这二位留学生说骗了某市就是央市了 骗了三年 一位叫董恩胜 一位叫做杜洪如 他俩成立一个网站 在约翰斯普霍普基斯大学 他俩天天公布数据 然后就被央市采信 彭派好像也做过最后一篇报道 但是彭派的报道不见了 现在大家呼吁说记住这两个人 也就是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是耻辱 这位叫何阳 也要和看里面有朋友认为是人渣 名字叫董恩胜和杜洪如 学土木工程的 很神奇 很神奇吧 所以说有人评论呢 说他们骗了某市 就是这里面出现logo的这个地方 骗了三年 这个他有的 他喜欢骗 他也有的人呢 喜欢被骗 评论 有买家 有钱为何不赚 评论 天天引用的是 他们放心的大外宣数字 非常准确 独树一帜 评论 英雄啊 骄傲了亿万年人民近三年 评论 信息减防的最佳创作者 评论 满嘴的主意 心里全是生意 大家都是认为他们都是大骗子 道德非常败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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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